实力演员高一祥在录制节目时不幸离世引发广泛关注 如今已经过去八天 在这期间高一祥女友一直默默陪在他身旁 其深情令人动容 高一祥出事后 女友Bailer第一时间赶到宁波 当男友遗体抵达殡仪馆时 Bailer难掩悲伤和妈妈及经纪人抱在一起哭泣 在高一祥的头七上 Bailer又穿着男友的外套戴着男友的戒指 似乎想离男友近一点 不愿相信男友已经离去了 而且据媒体透露 Bailer连续多日守在灵堂 金宝轩晚八点打烊 她依旧停留到八点二十分才肯离开 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陪伴缅怀男友 据好友透露 原本录完节目之后 高一祥就准备向女友求婚 不料幸福却在那个晚上戛然而至 这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女孩 虽然没有向媒体吐落过一言半语 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她内心的伤痛 网友们也对她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表示忧心 希望Bailer能尽快走出阴影 带着高一祥的爱好好生活